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其实刚才主任兄提到的豪宅市场 我觉得2013年盖的特别的豪宅 大概价格还是往上 你看台北或台中或高雄 我那天去高一演讲住在那个汉省 我的创年打开刚好对准那个国宴 国宴快盖好了 所以他应该是高雄的豪宅的代表 那在台中我想连聚的相关的 大概都是相对价格是高的 所以台北大概 我们看到F4也是一个代表性的 文化也快出来了 所以主任兄也告诉大家 在2013年的豪宅市场 它会怎么新变化 其实豪宅市场 我们刚刚刚跟社长在聊 就是说彭淮南防线300万 因为300万这个是当初 这个大安森林工业 那个前面普针 顶着说304万 他说不可能 他去查说没有成交 其实他也没释出来 但是我今年我觉得台北市 假如是在仁爱路二段到四段 甚至新一计划区 你说亚太那个中工 那个危机小指那块 对不对 这个3000坪只盖一栋八字形 40户 但是他要3年半左右才完工 那个一推一定是300万 这个价格 但是我觉得只要在金黄A plus地段 台北市一定会碰到300万 一定会开出300万成交的价格 是 300万成交价格 那台中我觉得大概就是上次陈信义买的 我觉得大概70万到80万已经是顶级豪宅 那高雄上次这个刚才也有讲到 这个美术馆跟这个所谓农池六 上次这个新户房间230万一买这个土地 又把它订高 那个在金城总统长就说 那个土地马上涨到300万 所以高雄跟台中的这个豪宅市场还是会主导 而且这个房价相对来 你说台中期期七八十万 但就比新版台北的新版特区还便宜嘛 那高雄五六十万 五六十万新版我们台北的新装付出金就60万了 所以相对来讲台北客最近还是会是 台中高雄豪宅的一个主力 而且投资保值的这个 像这个富邦到台北那个到台中推单 60万五二价都是业界在买 不是投资客买 业界房地产人自己就买掉了这样 所以整个来看我觉得我们统计 今年第一季上市上位建商的 全国的推案量大概是1400亿 但是不容否认它比去年我们统计的时候 大概少了去年2000次 今年1400 大概少了将近百分之 少了1000亿这样 但是我们要看三个九党 到底这些建商可不可以拿出案子出来推 但你看台北市 双北市 没有土地标售嘛 我跟你讲 所以很多建商像华谷中山北都那个案子 它也可能会吸售啊 这个贯德在新一计划区的三个豪宅案 那一推出来我看300万也跑不掉 但是可能也会吸售 或是先见后售这样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今年我觉得双北市或是台中高雄 刚才讲桃园是会很热门的一个地区 那双北市来看它的价是有勾干 它是价稳 希望量能够增加 因为去年来讲的话是台北双北市的 它的成交物件 移转物件是十年来最低 但是我想实际上登陆越来越多曝光之后 它的这个参考值 这个买器最后还是会再增加 所以我们今年来预估它的量会稍微的增加 我想这个其实我们营建署叶树文署长 他讲出大家的心声 他说十年来买房子大概都赚钱 买股药都赔钱 这个以他的这个角度来 不过确实是这样 他讲那个话是对的 结果他被骂死了 因为台北市现在的预售新成分是79万 新北市是35点的企划 这是在历史高点 以十年那个县途来看的话都是赚 好 再来我们请黄奇来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大陆跟香港这样的涨法 对台股有什么样的企划 我想大家要去了解说 中国现在习近平上任他推动几个政策 第一个当然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所以你会发现说最近的包括铁矿石的价格开始涨 水泥跌那么久了 开始这价格好像稳住开始上升 钢铁股也调整那么久 他也开始在涨 其实最重要除了这个 除了城镇化之外 我认为他在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在习近平等等 一定会让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的一个目标是 金融改革 所以我一直在发现说 慢慢的未来大家要从一个低基期 或是说长期开始出现一个变化的股票 开始想 也就是说当中国开始金融改革的时候 台湾会有什么受惠 过去我们想中国大陆进行1979的改革开放 已经不同的过程 包括这个产业革命的改革 包括内需的改革 内需的革新 再下金融改革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最近香港或是中国大陆 涨最凶的是金融股 最近的民生影响在香港挂牌了 台湾创牌的新高 所以整个带动金融股的大涨 我想这种效应来讲 跟台湾最近跟两岸签署之后 有一个货币清算机制 所以未来台湾的金融业 会不会应该这样连结 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如果说 但是它有一个关卡在 就是说台湾这个租管单位 对入资的入股 台湾的金融股 有没有比较大幅的放款 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 如果说能把持股比到10% 15% 甚至19% 不到超过20%的话 我想 这个对金融股的一个变化开始出来 你可以大家再仔细细看 虽然大家看不起金融 可是他那里发现说 它每一个所谓的EPS 其实都还不错 慢慢在成长 那金城银好像超过3块 那护邦也是3块 已经好多年都3块 那股价是30几块 大家不愿意嘛 因为他没有想象力 如果是说 中国在金融改革 台湾能够参与的话 是不是有新的一个变化 其实在今年 有一档股票已经拉出一根 拉出一波很大的行情 就是中租 中租就是说 因为大陆的金融没有改革之前 它开始创造一个新的行情 从20几块涨到快70块 下一个我再看说 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新的股票 我想除了这个房地产涨 最终的大陆的房地产开始好起来 金融业开始改革 然后其实整个市场气氛开始起来 其实你可以观察中国股票里面 中国市场或香港市场里面 内需所谓过去 因为整个中国经济调整 那股票打下来 最近很多的像一些百货公司的股票 像春天百货在香港挂牌的 或是说这个金融百货 很多的过去跌很多的股票 内需的股票开始上来 另外还有一种是汽车股开始上来 我想汽车股上来 我想最近我们的玉融集团开始在今年 在所谓的纳资节上 可能的出车 这个销售量可能会成长 比较多 新车种又出来 所以这一连接在台湾的讲 我想有几个跟中国大陆 有连接性的企业 我想它会有新的变化 然后在整个一个调整过程中 我觉得台湾股票市场 刚刚我们清文兄 我想讲的这个智慧型手机 大家了解 我最近在看香港报纸的广告里面 那白牌手机 大概智慧型 大概卖一千到一千二港币 我相信如果明年七八百港币会出现的话 会产生什么大的效应 我想联花科是一个指标 那其他的供应链或怎样 我想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 好 我讲清文兄 你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你告诉我们2013年 你刚刚已经把联花科的角色 大概凸显了一下 整个在电子股的投资 有哪一些面向要非常注意的 我想在2013年 最重要的还是在智慧型手机的基础建设 智慧型手机装了六亿台之后 各位不陌生的话 2000年的时候它是88块 跌到不到1块钱 最近一个月涨了50%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产业供应链去寻找 最近去寻找 尤其是在光纤的 台湾的光纤的族群非常好 去年我们去拜访光纤的族群的时候 光纤跟我们讲说 大概2.5GB的需求量很大 今年再去拜访 它是1GB、2.5GB、10GB、40GB的订单都来了 所以整个光纤呢 从上游到下游的Cable 在今年应该会跟着这个LTE带动非常大的成长 好 我想这个 刚刚清文兄也告诉大家 在网络设备的公司当中 那么它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新的发展的空间 那么在2013年当中 可能要大家注意的 一个就是在过去基础很低了 比方说我们看到美国的 过去来讲花旗 这个美国银行股价跌得很惨 花旗最长1块半了 现在12块了 所以它已经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的空间 所以最近我也看到了 太阳能在美国 你看那个STP那个无锡上德 LDK大概股价都涨了一倍 最近第一太阳能也涨了一倍 所以这种长期趴在地上的这些公司 其实进入到2013年 那么它的低基期就跟日本跟中国大陆 有同样异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说过去联系大涨的相关的个股 那么现在高档有很大的压力 这Apple是一个代表作 但是在过去跌了很多年 现在基期很低的相关的个股 那么现在开始受到市场的青睐 今天我们把2013年的整个投资 砂盘推演完整告诉大家 我想感谢我们杨护理 田立兄 另外我们李主任 另外还有郑清文 还有我们这个方器 那么也感谢大家的观赏 我想这个给大家在2013年 做一个防针的操盘必备的工具 今天谢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